对于人类来说,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一直是我们追寻的问题,日本人也同样如此,通过各种手段来探究自己民族的起源。 随着技术的发展,日本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起源也有了新的发现,但面对探究的结果,却让不少日本人很难接受,毕竟他们一直将徐福作为自己的祖先,那么,到底日本人的祖先是谁?为何日本人会因为不是徐福而大失所望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的缘由,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大一统君主,他对华夏民族融合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是人终究会老,随着时间消逝,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始皇帝不复存在,在他那个时代,只要过了不惑之年,就能称自己为老夫。 而嬴政也确实感受到岁月对身体带来的侵蚀,处理政务上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为了永坐大秦江山,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嬴政开始召集各路能人意识炼制丹药,希望通过这些东西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延长寿命。 虽然现在我们听起来很玄幻,但在当时科学并不是很普及,嬴政也为此投入大量成本,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 他发现自己身体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就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位名叫徐福的术士出现了。 他声称自己有长生不老之法,嬴政听闻大喜过望,给予他金银财宝去民间访方。 然而徐福虽然精通巫术,但在一段时间过后,他也知道没有长生之法可循,为了活命,他就骗始皇帝说,听闻东海有三座仙山,可向山上神仙求得长生不老之一, 就这样在嬴政的许可下,徐福带领三千同男同女,以及各种名贵物件和生活用铁,驾驶着大船浩浩荡荡荡向东海进发。 一路来到日本地界,但在得知秦始皇病逝的消息后,徐福和他带领的船员们再没有回到中原大地,而是远走他乡,来到了日本。 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先进技术帮助了日本的土著,这也让徐福受到了当地土著极大的尊重,使得他再也不愿回去, 而是和他带去的青年男女们一起和当地人共同开发岛国,使其进入了文明的征程,而这也是徐福一直被日本人所歌颂,并被视作自己始祖的原因。 对于日本人来说,徐福就是其农耕、医药、渔业等方面的祖师,是时代被传送的伟大人物,他的影响极其深远,对于日本的早期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农业方面,徐福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生产力贫乏的日本,使得落后的岛国农业有了极大提高。 在医学方面,他掌握的先进医学知识和各种药方,对于提高当地土著的寿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渔业方面,徐福更是给日本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捕鱼技术,使得日本的渔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日本民间,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很多,他的出现还对日本的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日本,许多艺术家以徐福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这也间接说明了徐福在日本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即使是到了今天,在日本的很多地方依然能看到关于对徐福进行祭祀的遗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徐福在日本的特殊地位。 而且在徐福没来之前,日本岛居住的大多都是土著,他们非常落后,完全不懂科学,仅凭捕鱼狩猎为生,这样的文明又怎么会将日本推向快速发展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有了规模化的农耕文明和纺织工作。 才逐渐让这个国家产生了政治、法律、文化等,最终构成了社会的形成。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徐福就是日本的祖先,在日本国内有很多寺庙都供奉着徐福,关于他的传说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被尊称为神武天皇。 试想,如若当年徐福没有来到日本,又怎会留下千年不断的香火呢? 不过以上种种说法,在另一些人看来,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徐福就是日本的祖先,反对方的疑点主要有两个,其中国作为农耕文明,而且还是在秦代那个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年代。 徐福是如何带领这支浩浩荡荡的部队踏入日本,要知道,即便是靠补于为生的日本人,在建真东渡时,他也是吃尽了苦头,几次险些丧命才好不容易才赶过来。 其而就算徐福抵达了日本,那么他又是如何在当地立足的呢? 况且,根据史书记载,秦人身高大多在一米七以上,即便日本到了战国时代,他们也大多在一米四或一米五左右。 因而被称为倭寇,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身高悬殊? 《日本刀割》中,欧阳修就提出,徐福去日本的时候带去了很多古代书籍。 这就导致史皇帝在焚书坑儒的时候,有大量的古著作得以保留在日本,而在《神皇正统记》中记载,也曾提到过《孔子全经》为《存我日本语》,翻开点击可以发现,日本的古代史上粘延了六千多年的神文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事件却戛然而止。 而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徐福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时候。 1954年,日本研究解剖学的发现,日本人的头盖骨数值与中国沿海地区的民众大致相同,这就可以说明徐福是去过日本的,徐福去日本时。 给他们带去了思想文化及技术,同时也证明一个问题,在徐福到达日本之时,日本列岛上已经生活着大量的本土居民,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人才是日本真正的祖先,那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 2019年,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学术界通过DNA的检测结果证明,现在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弥生人的后代,便是日本省文弥生时代的居住民。 他们皮肤白皙,眼睛较小,面部平滑,五官不突出,这时候就有人提出,难道弥生人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根据科研人员调查,发现弥生人是从东南亚迁移来日本列岛的,只是他们迁来的日本的时间比秦朝派来的徐福到达日本更早,关于弥生人的来源并没有完全准确的说法。 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来自西伯利亚,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来自朝鲜,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来自中国,也有可能弥生人并非来自同一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弥生人的来源地。 日本学者综合考古发现,可以分成为土著居民和海外移民,从人种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省文人和弥生人。 综合起来就是四大类,本土省文人,本土弥生人,渡来省文人和渡来弥生人,但是不管秦朝派来的徐福是不是日本祖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徐福确实带人来过日本并留下大量后代,日本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后代?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年史皇帝命徐福出海,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他带着无数的财宝和数千名同男同女出发,结果一去不复返,在东海开创了窝国,也就是如今的日本,前日本首相还先后两次跑到江苏徐福的故里来寻根,那么中国人真的是日本人的后代吗? 其实答案也不完全否定,古代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在一米五左右,有日本张飞称号的本多宗盛,身高一米四左右,他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将,绰号也是一大堆,却碧力惊人,非常骁勇善战,可也说是缩小版的吕布,可惜晚年却因为手指被割破身亡,还有日本战国大名鼎鼎的三杰,风尘秀吉,身高一米四,德川家康,身高一米五, 就连最高的支田信长,身高也才一米六六,却是日本人中的参天巨汉,相比之下,中国古代人的身高在世界上也长期保持领先 秦朝和汉朝时期,士兵的平均身高一米七七左右,而当时的欧洲罗马军队平均身高却只有一米六六左右 根据史书记载分析得出,中国人的身高从明清时期之后才开始逐渐下降,由于人口剧烈增长,导致营养不良,身高也就上不去 另外,云南少数民族有名的火把节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都和日本有着极为类似的文化 还有日本学者发现,云南的少数民族和日本人的基因也相同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朝鲜半岛是离中国最近的,但是岛上的原住民却和中国却不那么相似 而是和日本人更为一样,这就导致日本学者认为,徐福就是弥生人的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能光靠异想凭空猜测,更需要科学的依据,比如DNA检测 通过对比基因,从而寻找到更能证实的答案 2019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解开了这个谜题,根据DNA检测 日本人的血液中有1%来自中国云贵高原,30%来自东南亚,50%与藏族非常相似 这个结果让日本人还是不能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和云南,西藏有血缘关系的 这虽然说明日本人并不是徐福的直接后代,却也跟徐福有着复杂的基因背景 这也能证明为什么日本会有徐福那个时期的文化熏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